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很有趣 很新奇没见过 Yahoo! Yeah! Yahoo! 我们走在里面 哇! 都挺生动 很多互动的游戏 一般小朋友很喜欢去动物园 就会看很多狮子老虎 或者一些很少见的 譬如猫动物 但相反我们这个古怪动物园 见到的生物和动物 就不是大家那么喜欢 或者觉得他那么可爱 小朋友就是我们这次展览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展览的设计的时候 也都从他们的出发点去做 譬如说我们是强调 他们要去动 要用他们的感官 譬如说他们的嗅觉 他们的触觉 他们的视觉 去认识科学知识 大家好 认识教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